下一位我們請黃委員昭順 執行巡答時間15分鐘 主席我想請經濟部長 榮委會的主委 國發會的主委 以及公平會的主委請上來 我們請四位部會首長 首先我要請教榮委會的主委 你這兩天才剛剛從日本回來 是 對 那我看到蔡英文總統她就寫了一個臉書 她的臉書這樣子寫 她說農業拼經濟一天簽五億 然後香蕉銷出去口袋新台幣 其實這1620個字 就跟我們高雄 我們韓國瑜市長所講的 貨出去人進來 然後高雄發大財 那我想前面 韓國瑜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走了一段 現在你在日本用這個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把它銷出去 然後 蔡英文後面寫的是 貨出去前進來小英做得到 但是我們希望做的是 這個是一個正能量 我們希望中央跟地方之間 未來能夠真正的合作 所以我今天要請教你 當你看到你有看到蔡英文寫的臉書嗎 跟委員報告 我有看到 那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次簽的香蕉的合約 主要的 就來自高雄 起山 我希望我今天的質詢 你們是實問實答 而且能夠跟我把握時間 第二個你有看到你蘇院長給你的長輩圖嗎 有 有看到院長的這個圖 所以這兩個給你什麼樣的歧視 跟委員報告 我們只要把農產品賣出去 是不分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本來就是要通力合作 現在這就是重點 今天我們希望這件事 不是一個偶花事件 而是一個長期的一個事件 所以我們希望前兩天 我相信前一段時間 韓國瑜到新加坡的時候 當然有一些發言 外界有一些批評 但是這兩天 韓國瑜他清楚的講了一件事 他們我們希望 高雄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能夠出來 我們今天看到農委會有這樣的成績 其實很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物流的概念 這個物流的概念要怎麼做 經濟部長 國發會的主委 以及農委會的主委 都在這裡 因為當年我們提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當主席 大家都知道 結果刻意的杯葛 但是韓國瑜現在講 他說 溝通不成我們就攤牌 直接訴諸278萬高雄的市民 來請問農委會的主委 你認為包括從在日本的案例 韓國的案例 以及中國大陸 他們現在已經有幾個自貿區 試驗區的成立 你認為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我們有沒有機會可以完成 我從農業部門角度出發 農產品外銷到日本 其實跟自由經濟事換區是沒關係 反而是要跟日本 或這些主要的出口國家 盡快的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這樣的話 比如我們的香蕉 沒有錯 18%的關稅才能拿掉 主委 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必須要有三個面向 一個面向是人才 另外一個面向是貨品的流通 第三個面向是官務的創新 我們不僅僅要跟國外簽 甚至於我們還必須要有許多官務上的協助 這個就是自由經濟事換區的概念 站在農業部門如果牽制 有所謂的自由經濟事換區 我以馬英九總統執政的 那時候的自由經濟事換區為例 對農業部門是傷害的 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話 所有食品業者 就不會用國內的農產品當原料 它進口會比較便宜 它是不用關稅的 主委 現在的問題不在這裡 現在是全世界都已經啟動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在這個當中 能夠真正的讓 破除了去人盡的來 然後人民都發大財 我想請問經濟部長 還有國發會的主委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還是我們還是要回到用公投的方式來解決 我跟委員報告 以目情來說 進的氣氛就是美中麻油摩擦 現在要怎麼讓台商陷入回來 現在議員家都正在進行 因為這個地方 台商陷入回來 你不要回避問題 我現在跟你提的就是 你應該知道 日本跟韓國 其他的國家都有自由貿易區的設置 你應該知道吧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其實台灣在92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自由貿易港區 我們有六港一空 那高雄就是自由貿易港區 裡面的有關關稅的部分 剛剛所提到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這樣的一個優惠的措施了 主委 現在就是不夠 而且明顯的不夠 沒有我要提的是 我們不是對個案來處理 這兩年來 現在本席要請教你 當韓國瑜市長提到這些案子的時候 你曾經去了解過嗎 或者你曾經為了這件事 去發了一些精神去了解嗎 韓市長那天提出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他並沒有講得非常清楚他所要的東西 那我們有去再去看一下他當天的 究竟是哪一個企業主的建議之後 他的回應的說明 那我們也把最近 我們在針對整個的台灣的自由貿易的部分 跟公平貿易的努力 包含您剛剛所提到的自由化 還有人才的培育 尤其是法規鬆綁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兩年 已經鬆綁了427項的法案 所以這樣子對已經有相當的注意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 因為我們整個國家的問題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經濟 我們在整個的經濟 沒有辦法讓一直就是低薪等等 如果我們的面向只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我們是不夠的 所以本習今天還是要很嚴正的在這裡提出 我們重啟經濟示範區 如果行政院不願意做 我們也不排除用公投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我們無法再等待 我們希望這整個的正能量 能夠在未來這塊土地上 真正的讓貨出去人進來 高雄發大財 轉變成大家一起發大財 所以我希望你們幾位行政首長 能夠再去跟高雄市政府 再去做溝通跟協調 我們希望很快速的 如果你們認為其他的地區不方便 我們高雄願意 我們訴諸人民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我可不可以跟你報告 自由經濟示範區 我用花生或紅豆為例 你到所有的大寮美農的紅豆 都會來自國外 而不是用高雄自己本身紅豆去做紅豆線 因為食品業者裡面 他們最在乎的是經濟成本 請你不要沾用我的時間好嗎 好 因為我現在沒有問到你這一塊 第二個 我要特別跟部長講 韓國瑜前一段時間 直播的時候 他說前台灣都欠高雄 然後 蔡英文政府的發言人說 什麼土包子喝酒在那邊亂講話 但是隔了幾天 環保團體發表同樣的問題 說前台灣都欠高雄 為什麼我們會講前台灣都欠高雄 我想這邊有幾張圖片 我讓部長也去看一看 其實高雄的產業 一直是非常高的汙染 你看看我們的小朋友 去運動會的時候 是必須要戴口罩 而且他戴了口罩 他的要求很簡單 就是我希望呼吸新鮮的空氣 小朋友所寫的作文 你們去看一看 他說他的爸爸在籃子工作 但是他住在左營 兩邊的空氣汙染 實在是很令 對我們整個的健康有餘力 然後老師給他的批評是說 我們應該要有行動 這兩天 我們又看到一個更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綠色和平環保組織 他對我們高雄品質的監控當中 特別提到 台灣空氣最差的城市 就是我們的高雄 那高雄其實這幾年很簡單 所有的重工業都在高雄 所以我們是用匯在花店 讓全台灣的經濟往上走 這是幾十年來高雄的宿命 所以不管是韓國瑜講的 全台灣都欠高雄 或者是環保團體所講的 全台灣都欠高雄 本期現在要告訴部長的是 不管是國營事業中鋼、中油、台電 他所有空氣汙染的大戶 全部都集中在高雄 所以本期要告訴 請教部長怎麼樣 不管是自由經濟示範區 給我們經濟 或者是還給我們一個乾淨的空氣 你有什麼做法跟想法 我跟委員報告 首先先談到這一個所謂的空汙的部分 空汙的部分 剛剛委員也關心就是 中油、台電、中鋼這幾個事業單位 那他本身一定會來做好空汙的房子跟災燒 他們如果會做好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數據出來 就不會有這些數據 而且連環保團體 綠色和平都告訴我們說 全台灣空氣最糟糕的 就是我們高雄 你看到那些小朋友 必須要戴著口罩去做運動會 請問部長如果那些是你的孩子 你會不會痛 都是直接的受地方環保局即時監控 我想不是即時監控的問題 這個不是即時監控 本席現在有幾件要求 希望部長能夠協調國營事業 或者這些大污染的公司 第一個本席的要求說 你們認為這樣子的狀況對得起高雄嗎 這是第一個我要問的 第二個能不能夠在預算上 讓這些空汙對高雄在工作生活的人 每一年都能夠實施會部的健康檢查 這是第二個本席的要求 第三個就是我們國中小學 真的沒有辦法辦運動會 能不能給我們在這個洪海區 用特別的預算來做 不管是冷氣機的裝置 或者空氣清淨機 或者室內活動中心 能不能優先來處理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在關心的就是說 PM2.5的改善 比以前的這個執政的時期 我們改善11% 這都有在努力 部長 如果 部長 如果我們現在把這件事 還分哪一年什麼人做 哪一年什麼人做 我想你們就沒有資格站在那裡 今天高雄是長期20年來 甚至於30年來 不管是國民黨執政民進黨執政 通通都一樣 對我們高雄就是這個狀況 所以部長 你針對我剛才的問題 有三個問題 你能不能做 不定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對我們高雄 會定期實施肺部健康檢查 可不可以做 第二個 給我們國中小學 能不能給我們空氣清淨機 以及冷氣機 第三個 給我們國中小學 室內的活動中心 可不可以做 你告訴我們就好了 因為這個 整個空汙 這是整個 包括移動汙染人 固定汙染人 和境外汙染人 你不要回避問題嘛 不定不定我剛剛想接地去 你能不能把我剛才給你的 四個問題 四個問題帶回去 什麼時候告訴我 可不可以做 我剛才提的四個問題啊 你跟我重複講一次 這我就一載強調說 因為這個委員在關心 不定 你不要給他詢問虛打 我剛才講四點 你再告訴我 這四點能不能做 我優關的部分 就是固定汙染人 固定汙染人 就是電廠和生產事業嘛 我這裡接三個月 能不能從那邊 有什麼回饋的經費 來解決我們高雄這個部分的問題 你至少讓我們 在基本上可以維護我們的健康 可不可以 你能不能拿回去研究 什麼時候告訴我們 我一直強調啦 這是要大家來 我會來看委員這裡看怎麼樣 因為我又降三個月 我這四個問題 你們能不能帶回去 因為這四個問題 是境外移入喔 再來還有 移動汙染人 這不僅複雜啦 這可能 沒辦法說我一個部會 有辦法來處理 我沒有跟你說的 我現在跟你說的是 我要求這四點 你能不能做嗎 這可能說我單獨一個部會 要來幫你 我沒有叫你單獨一個部會 你能夠把送這些錢 多少錢 然後至少對 二十年來 對不起高雄這個部分 給我們一個公道 給我們一個解決 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帶回去 然後幾個月 不管一個月兩個月 告訴我們高雄人 你這四點做得到嗎 我是這樣啦 我可以說我願意 來 謝謝黃委員 謝謝 謝謝四位部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 謝謝